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发表以后 整个欧洲都空洞了 当时的英国财长德斯雷利看了之后说 太难受了 我坚信人是堕落的天使 绝对不是猴子变来的 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因为当时地球上主导大家思想的 是各种宗教 换句话说 那时地球人都信神 在欧美 基督教处于统治地位 人守一本圣经 圣经里说 上帝创造了人和人生活的世界 人的灵魂是堕落天使 生活在地球上 只有遵守基督的教诲 做好人 才可以在死后回归天国世界 在印度人们相信轮回转世的说法 生命的一生只是生命形态的转变 本我不灭 这里说的本我应该和基督教里的灵魂 大体是差不多的 我们中国人那时信奉佛教 道教 信佛的认同轮回 信道的也知道生命升级 生命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转变 也是本我不灭 进化论这个假说 怎么这么快就打败宗教 成为人类起源的主流学说了呢 这有一个历史背景 当时欧洲教会的口碑已经相当不好了 敛财 腐败 丑闻什么都来 再也不是基督创立之初的状态了 大家对教会越来越失望 同时现代科技在欧洲发展迅速 赢得了人们的认同 达尔文的假说一推出来 立刻得到支持 虽然缺乏真实数据 一些比较前卫的人 开始把这个假说 当成茶余饭后的流行话题 聊着聊着 很多人都信奉起了这个假说 真把人从猴子进化而来 当成事实了 为了证明进化论是真理 而不是假说 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过度物种的化石 让人泄气的是 在160年的时间里 这好像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大家发现 两亿年前 琥珀里的蚊子和今天的蚊子 没有任何区别 所谓的人缘化石 到现在都没办法证实 大家熟悉的始祖鸟化石 也有人质疑造假 古生物学家的工作 就是我们大家说的脑补 举个例子 大家对恐龙很熟悉吧 长得像鳄鱼或者大蜥蜴 实际上这个形象是脑补出来的 因为现在只找到了恐龙的骨骼化石 它的外表具体是什么样的 没有人知道 古生物学家就想了 根据假设的那个进化连表 恐龙应该生活在侏罗纪和百鳄纪 那时应该是大型爬虫在统治地球 那么大型爬虫是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蜥蜴和鳄鱼的形象 那么恐龙就应该是蜥蜴和鳄鱼的形象 于是就脑补出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恐龙形象 实际上近期发现的一些恐龙化石上 有毛发 像熊的毛皮 有些还有鸟类的羽毛 如果复原看起来更像鸵鸟和猛马像 当然这也是脑补的结果 看起来玄幻和科幻有很多相同之处 都是要靠想象的 那么怎么确定过度物种化石呢 比如古生物学家在侏罗纪的研程里 发现了像鸟一样的骨骼化石 大家就想 既然它生活在恐龙的时代 而且长得又像鸟 那么它就应该是恐龙鸟 这就是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的过度物种吧 你看看 这也是脑补出来的 真实情况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既然找不到化石证据 进化论学者就把目光转向孟德尔的遗传理论 孟德尔的理论和达尔文的学说 基本是同一时代的 新一代的进化论专家把孟德尔的遗传学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揉在一起 造出了新达尔文主义 研究的重心 从寻找过度物种化时 转移到了现存物种上 想从遗传学去反推进化的存在 新达尔文主义搞了很多复杂的模型 来复原所谓已经灭绝了的祖先 根据假设的模型 他们设计好进化算法 用计算机画出了很好看的进化树 叶子代表现在存在的物种 每一个数差分支的位置留给假想的过度物种 当然 这些物种是现在没有的 以前存不存在 不知道 还是要找化石 上面说了 找不到化石证据 才搞了这个遗传进化树 但这些树还是被质疑 大家问 那个数差位置的物种 化石在哪儿 虽然缺乏事实支持 但进化假说的影响力 早就入侵到现代的宇宙学 精神学 社会学 甚至一些哲学学派 都深受它的影响 它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了 进化论的初衷 是解释物种的起源 包括人类的起源 但这种假说 到目前为止 都找不到依据 既然人不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那人是堕落天使吗 下面我们来看看创世说 创世说不属于科学方法学 能够正式的范畴 所以很多人想用科学方法 去证明创世的真伪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但创造的痕迹有没有 当然有 我想可以做一些类比 然后朋友们自己去得出结论 大家知道 计算机科技 是建立在二进制的 逻辑电路基础上的 从智能手机 高清超大屏电视 谷歌地图 到处都是它的踪影 谁创造出这些精美的东西来的 我们人类 所以人类是这些东西的创造者 那么比这些产品 精密无数倍的人体 会不会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呢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认为 有一套中心法则 在控制生物体的一切功能 中心法则 就是在人体的细胞里 有一条生产线 负责用DNA作为模板 生产性式RNA 用性式RNA 作为模板 生产蛋白质 蛋白质负责着人体的各项功能 可以说是支撑人体系统的生产线 这个生产过程 和常见的自动流水装配线 很相似 而这些过程 是不受我们大脑意念控制的 是人一生下来就存在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 可以看作一台完美的机器 而且这台机器的功用 超级精密和强大 它是谁创造的呢 肯定不是我们人类自己 那么再看看我们生活的地球 太阳系 银河和其他的宇宙现象 有没有创造的痕迹呢 当然有 处处都是 比如我们习惯把一切不能理解 和解释的现象 成为自然现象 欧美人喜欢说自然妈妈 自然妈妈是谁呢 她给了我们生活 所需要的一切 这一切我们目前了解的 还很有限 刘顿发现的经典力学原理 不是他创造的 他只是发现和归纳了这种现象 再用简洁的数学模型 去模拟这种现象 所以力学公式 只是我们人类的认知 不是规律本身 那么引力本身 是不是也是创造出来的规律呢 创世的传说在各民族和国家都有 内容都差不多 就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 用土造出了人体 然后赋予他们生命力 好了 回到主题 人类的起源 前面介绍了两个主要说法 进化论和创世论 进化是假说 创世是传说 进化受现代科技界推崇 创世在传统的文化圈受尊崇 进化没有真实数据的支持 创世 超出科学范畴 不能用现在流行的方法去鉴定 那朋友们可能会问 你倾向于哪种说法 我个人选择创世说 我这里讲个故事 美国国家卫生院在2003年 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 建立了庞大的基因库 为各种疾病的治疗和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国家卫生院现任院长 弗朗西斯·科林斯 在做完这个项目后说道 我们怀着谦卑 也怀着敬畏 偷窥到了生命的奥秘 这本来只有上帝才知道 我为什么要提上帝 是虚伪 崇拜 不 对我来说不是 在看到这些生命的密码后 我唯一有的就是敬畏 的确如此 这个宇宙如此完美 只有造物主才能创造出来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